亲手处理每一杯咖啡 在金融业服务大半辈子 退休后圆了骑重机环岛梦的林峰奇 原本打算潇洒快逸人生 却因为从事教职工作老婆的一期化 有了不一样的转变 退休的时候太太就有一些意见 希望我不要退休以后 然后就闲闲没有事做 然后她就想说 因为自己本身是幼教的老师 她想要提供一些像亲子手作 像一些亲子都可以共同来这边 做的一些东西 一方面我们比较着重于 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专业 想要让小孩子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去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才能 都可以好好的让小朋友学习 喝咖啡是林峰奇的爱好 也因此去考了国际咖啡师的证照 原本只为家人服务的好手艺及心情 如今也希望能够传递 给每一位来到店里的客人 一年四季的咖啡豆都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们也会因为季节的关系 进一些不一样的咖啡豆 对 然后也是我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梦想 但现在实现的就叫理想 每杯咖啡都是我自己做出来 有温度的 开咖啡馆提供餐饮热食 还有亲子空间 并可以报名DIY手作课程 让大人可以悠闲的喝咖啡 吃点心聊聊天 小朋友也能在一旁学习 开心的玩耍 而店里还有满满的公仔墙 从海贼王到火影忍者 钢铁人 这些都是林峰奇儿子的收藏 各个要价不菲 要三四万 都是我的大儿子收藏的 出估应该超过五十万 大部分的收藏都是算很精致 那也造成一个我们的一个小卖点 感觉里面蛮温情的 然后就是那个公仔就吸引我 从早坐到晚喝咖啡吃饭 然后其实花园这样的地方并不太多 然后再加上说有时候我们还有小孩 那你小孩子可以自由息息 搬来花园二十一年了 所以这是我等很久才找到的地方 开咖啡 减餐店 林峰奇 全家人 希望能够提供一个优质的空间 让大人小朋友都爱上这里 也能够在这里找到 属于自己与家人的快乐时光 更新新闻网 620 花联报导 只能只能有付证住 420大区